歡迎再次回到我阿芬的Youtube 今集阿芬會繼續跟大家分享十二月亮星座 下一拍的 今次我們就從月亮天秤座開始 月亮天秤座的朋友 其實他們跟太陽天秤座的朋友有共同點 就是他們都很喜歡和諧和平衡的感覺 他們在選朋友方面 首先的條件就是注重在和對方談話的過程之中 和對方是否談得到下去 有沒有話題 還有他們會注重的就是 自己和對方是否可以互相尊重 這方面的 如果這兩點都可以回答的話 他會是你的好好的朋友 同樣地月亮天秤座的朋友 其實他們都因為喜歡平衡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會寧願犧牲自己想要的東西 來回答對方的要求 譬如說我們出去吃些什麼 如果他心裡想著是想吃西餐 但對方突然說回去吃日式 他都說好啊 這樣 再說回的就是 其實月亮天秤座的朋友 你會覺得他是幾有生活情調的人 即是生活上有少許的細緻 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小確幸 譬如說你在辦桌上放一小撮花 有個小黃花 心情就好一點了 或者在放光的時間 經過一間咖啡廳 不如先喝杯咖啡 對他們來說都是可以令他們開心的 另外一方面 月亮天秤座的朋友 如果我們看到社會上 又或者在自己的朋友圈子裡面 忽然間有一些不公平的事發生 他們會感到很憤怒 甚至會想去做一個 勞見不平佛刀相撞的人 因為和諧對他們來說 真的十分之重要 接下來就是月亮天蠍座 月亮天蠍座和太陽天蠍座的不同之處 就是他們更加能夠忍受自己的感情 即是他們習慣在一個人的時候 他們覺得安全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才會表達出真正的自己 所以私隱這兩個字 對於月亮天蠍座的朋友來說 是十分之重要的 如果不能夠很快地找到自己 可以隱蔽自己的地方 反到自己一個空間的地方 對他們來說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月亮天蠍座的朋友 他們的記性都很好 他們會記得些什麼呢 他們通常都會記得些不開心的東西 所以無論是小時候發生一些不開心的事 尤其是別人有意無意 說到一句哭到他們的說話 他們都可以記得很久很久 甚至過了很久之後 他們會用這種記憶去懲罰自己 所以都是一個頗辛苦的星座 同樣地他們都很喜歡病態地 保持自己很神秘的形象 他們覺得某人就是這樣 我不需要開心 或者是我不需要跟他們談心事 我沒有這樣的必要 另外一方面 月亮天蠍座的朋友 他們會很在意自己身邊親密的人 因為他們覺得 我寧願你跟我說真話 而傷害我 而為了不害我而說謊 去騙我 這個對於月亮天蠍座的朋友來說 是十分之重要的事 現在就說到月亮蛇手座的朋友 月亮蛇手座的朋友 同樣地都是一種很積極 很熱情 很樂觀的人 他們從小到大都很明白自己想要什麼 在他們成長過程中 由於他們很嚮往自由 所以在某個階段 他們是很想脫離自己家人的掌管 尤其是自己家中做母親的角色 他們是很想脫離他的控制 但對他們來說 雖然他們很享望自由 但他們也是很愛自己家人的 月亮蛇手座 又或者是人馬座 月亮人馬座的朋友 他們身邊的朋友是很多很多 但可以聊到心事 或者可以聊幾句的人 是很少的 由於月亮人馬座 對他們來說 自由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什麼 幫他制定的計劃 又或者是幫他做好時間 要照著表來操貨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由於月亮人馬座 他們享望自由 所以如果一些很強烈的感情 對他們來說 反而是一種束縛 尤其是在感情上 如果他們的零一半 是一個一哭二鬧 三上吊的人 對月亮人馬座來說 是十分之頭痛的一件事 他們寧願什麼負擔都沒有 也不要有太沉重的包袱感 再來 現在是月亮摩蠍座 或者是月亮山羊座 月亮摩蠍座 他們一樣是自尊心 非常之重 而且他們很渴望被認同 被認可 所以他們覺得 如果每個人都覺得 我是很有用 我是很重要的話 對他們來說 是非常快樂的事 所以為了踏這個快樂 這個成就感 他們會很努力地追求這件事 很努力 很堅毅地去做這件事 很多人對於摩蠍座的印象 就是覺得他們很保守 很沉悶 其實對於月亮摩蠍座的朋友來說 他們不是保守 不是沉悶 他們只不過是不去期待一些 自己沒有需要的事 他們會很腳踏實地 這個是沒有必要的事 無謂花時間去露寶 其實月亮摩蠍座的朋友 雖然他們是一個行動力很好 很懂得搞定自己的人 但他們都是需要零一半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零一半 平時可以很獨立 可以自己處理自己的事 甚至某部份是要少許強勢 才會令到月亮摩蠍座 覺得這個對象 我是可以依靠他 我是可以讓他愛的 即是對方有能力愛你的話 他們就會覺得 對了我找對人了 好 說到月亮水瓶座 月亮水瓶座和太陽水瓶座 都一樣是令大家覺得 很特別的星座 說回在社交方面 月亮水瓶座的人 平時在社交的時候 都會保持著很謙和的形象 很有禮貌的形象 他們都喜歡和人與人之間 保持一定的距離 因為他們都很理性 很喜歡在遠遠觀察 或者分析一下這個人 月亮水瓶座的人 他們的笑點 或者哭點 其實和一般人都不同 所以他們往往會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挺好笑 這個東西其實很值得哭 為什麼身邊的人 都不明白這個點 於是他們就會有一種孤獨 而猶言而生 他們就很希望 可以做一個真正的自己 不是為了去迎合對方 而扮出一些 要嘗嘗 要哭就哭 月亮水瓶座的人 其實他們喜歡和另一半 他們都會很愛另一半 但是他們希望 大家都可以保有自己的個人空間 大家可以在自己的靈活裏面 各自一片天 現在就說到最後一個月亮星座 現在就是月亮雙魚座的朋友 月亮雙魚座的朋友 其實一樣都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他們是很有同情心 還有很容易心願的一個星座 他們心願到的程度 是會被人一壓就看得出 這個人是可以給我一盒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都很容易被人利用 這個弱點 月亮雙魚座的朋友 同樣地都是很追求一種 就是無條件的愛 我又愛你 你又愛我 大家都是無條件 去包容大家的一切 所以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社會是現實和尖銳 月亮雙魚座的朋友 遇到這些很殘酷的事情 即是認清了人的本身之後 他們往往都是病 即是他們往往都是自己 躲在一個窩裡自己哭 那哭完的同時 他們不是認清這個事實 他們是寧願相信自己 想像出來的另一個對方 或者想像出來的世界 他們寧願活在那個世界 但也不想太過現實地去做人 好啦 其實阿笨都已經跟大家分享完 這個十二個月亮星座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或者是你喜歡我阿笨的話 又或者你想知道更加多 這個星座方面的知識 譬如上星星座 錦星 水星 火星 木星 土星等等等等 這樣的知識 歡迎你 訂閱 右下角的subscribe 多謝你